小超啊 啊 现在把他会同意吗 哎呀 放心 我有这个 害怕搞不定他吗 走走走 咦 老妈 你们都在乎吐了吗 老妈 爸 厉害 我给你整了个好东西 喜欢不 应该是脑子好日子 不够买两个别人东西 哎呀 说你喜欢多好 小岚说过两天是你生了 所以呢 给你给你买了这个圈圈 又说没得钱呢 又给花钱买自己 等着生娃娃给他得钱吗 老妈 来我给你带钱 来 对了 我给你上两个事请 三两张事请 哼 我就说嘛 无事先殷勤 那个时代给老妈妈那么贵重的东西 简直是黄叔能给击败的 没安好心 我怎么说是哪个事 你那都能乱嘛 没你说哈 三两张事 不是啊 妈 你看 这姑娘在这边住进一步好对吧 我准备啊 把她送到这边学校里面去 哈哈 我就说嘛 没别人子好屁嘛 哼 嗯 这是我不同意 你们都在家里嘛 有 舅妈 来来来坐 哎 舅妈 你吃饭没有 哼 哎 舅妈 你这么小 看见你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小兰 你稍给我假信心一点哈 你看你们吃东西都不喊你婆婆 你又不有点孝心了 你就不怕天大流骗你 舅妈 你误会了 事情都不像你想的这样 哎 舅妈 你来来 来的正好 听我好假信一下小兰和小超 这个小兰啊 把她前面女儿也带到这儿来 还想分我的家乘 把老妈的病都起出来了 大哥 你胡说八道哪样啊 你现在我家还不给我乱吗 舅妈 胡说 你想的这样 你不要听我大哥一面之词 小超 是你妈打电话给我 哭起哭起的和我说 小兰一天就那么虐待她 你说我作为一个两家人 要不要来管啊 小超啊 你跟我说实话 小兰对你妈到底是好不好 她是不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啊 舅妈 我妈个脾气 你又不是小不倒气 这么多年了 你们都懂啊 你看 小兰对我妈又是弄着态度 你不要听风都是雨啊 你不相信小兰吗 你应该相信我嘛 不管你这么讲 小兰的女儿都是一个外人 怎么能让她住进来这点呢 不过是让她住进来 他们还过她读书 哼 自个业头 还想整个半截学员关系吗 就是小兰这个坏女人 出来坏嘴 小兰 这个是你亲妈 这个丫头跟你半毛亲的关系都不得 你看 你妈都七八十岁了 万一气出个好蛋了那种的真了 就是啊 真的是个不孝子 就是啊 这个事情要是处理不欢 我都那几顿不吃饭 饿死了算了 妈你我都几顿哦 看着不出发威胁我呢 小兰你过来一下 小兰 万一妈妈真的不吃饭 去做个好蛋来装整哦 要不让女儿去她外婆家住几天呢 但是 妈妈我皮筋 你又不是晓不到 叔叔妈妈让我去外婆哪里吃吧 我不想看到你们 跟我们奶奶吵架 这样我住在这里也不开心 妈妈现在还几孩子 更应该有一个好心情 我不想拖累你们 孩子啊 那就威胁你今天婆家住几天 来 叔叔这个人钱 你拿个油不够了再打电话给我 谢谢叔叔不 妈不 女儿 这钱呢 是你叔叔的一片心意 你就拿到几嘛 来 谢谢叔叔 那行 让我送你上去 知道吗 嗯 嗯 老婆等着等着 来来来收尽点 收尽点 好嘞哦 哦 收尽点 哇 哦 能不能能呢 他要停哦 吉利 哦 有点他在里面闯过 那他电话 那他电话 没什么电话 你接啊 喂你好 你好 是家琪的妈妈吗 是的 我是家琪的妈妈 请问你是 我是琪琪的班主任 啊 是王老师吧 哦 你好 你好 你找我 是不是我家家琪在学校里面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转学到我们这里了吗 但是他呢 成绩不是很理想 性格呢 有点孤僻 经常一个人躲在脚里面 我和其他的同学交流 那客户呢 也不会参加户外的活动 我单独找他聊了一次 他也没说什么 就说心情不好 他不想上学了 王老师啊 是这样的 我和家琪的爸爸离婚以后呢 这孩子的性格呢 就大变了 嗯 是的 我猜啊 这可能是跟他长期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有关系 那么你们作为家长呢 虽然离婚了 但是对孩子的关系不能少啊 现在他这个年龄段 又是叛逆期处理不好的话呢 会对他的心有问题 后面会有管不了的时候 这个孩子以前挺开朗的 学习呢也好 哎 这都是我跟他把离婚造成的 我听他的同学说 他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 我想肯定是遇到啥子事了 那你们重视一下吧 生儿不养 父母之罪 养儿不教 父母之祸呀 好的 谢谢王老师了 以后呢 我会注意这个问题了 以后家琪在学间里面有什么事 请老师随着联系我好吗 嗯好的 谢谢老师了 小超 嗯小超 你说这个如何是好吗 这孩子啊太可怜了 行啊老婆 没事的呢 回头啊我来想办法 小超 要不然我去慢慢的住一段时间嘛 家庭呢 又在慢慢的住 他心里面啊有事啊 有孤僻 我去开导开导他 我是可以啊 但是你看一下 你现在大了一个肚子 你上街上面我不放心啊 要不我把家具经理下来喽 接下不来 打过了吗 又欺负他 那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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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想办法 总 总 总 妈 我们回来了 哦 妈在乎 哦对了妈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看可以不 想念哪儿是 这是啥爷爷都有事情 没商量的 我这次不会心软的哈 你不在乎家旗吗 那你要得为小岚这个肚子里的孩子作响 这跟他肚子里的孩子有那种关系 妈 刚才啊 家企他个安主任 打电话过来说 我这段时间在学校里面 上课又停不进去 成天呢 一类醒面 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了 那小岚他一天 没的心情 吃不好 睡不好 那会不会影响到肚子里面的胎儿吗 毕竟啊 家齐了 你吃他女儿了 妈你也会考虑一下吗 那好嘛 看这个美厨生的胜子里面下 都让他回来住去 这时候要是小岚生了以后 就赶快把他送走啊 好嘞妈 谢谢你啊